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 男人名叫大壮 大壮有个青梅竹马叫小美 小美也已经半年,求职不顺到处碰壁 这天下午,小美无意间瞅见一则求职讯息 上面写着,钱多四少无经验可 心中虽有怀疑 但想想酱有的瓜不甜 但却可以解渴 再加上,回忆过去这些日子真是够够的 她一定要想办法脱离这种生活 这天农村女孩第一次到城市面试 没想到城里人真会骗 小美到了约定地点 一进门里便感觉气氛不对劲 肯定有猫腻 但是她没有证据 坏人丧彪一看到小美如欺负约 便按道这女孩,果然傻白甜 这看似平静的场合 其实暗流涌动 因为丧彪盘算出今天一定要骗到小美 接住丧彪拿出一叠文件 随便胡容几句便叫小美签下那一叠文件 小美还以为工作就要到手了 开心的喜悦快已出了屏幕 没想到丧彪却关起门来 叫小美把人生三宝 证件、账户、提款卡交出来 否则难逃一顿夺打 小美一脸猛逼 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抗衡呢 就算现在发现是诈骗 在这么隐秘的地方 头脑不好使 想不到对侧的小美 最后只能交出证件 眼睁睁看着丧彪 迈着嚣张跋扈的步伐扬长而去 此时正在工作的大壮 突然心头一阵痛 眉头一皱 难道是小美出事了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大壮马上来到了小美面试的地点 并且开启男主角优势 随便晃晃就找到了丧彪 大壮手里拿着一根 不知哪里捡来的木棍 一记响亮的闷棍 打在丧彪头上 但丧彪也不是普通货色 一个转身 就把大壮按在墙上 一顿输出后 大壮被彻底吓傻 想起了与小美的过去的约定 这回忆果然奏效 大壮再度开启男主角优势 抛出手机点开警证数视讯APP 对这丧彪的脸进行视讯报案 丧彪怂了 欲言又止 只言又欲 又欲又止 又止又欲 结局是怎样也不再重要了 你只要记得 求职七步三要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移身 不饮用不明颜料 不非法工作 要陪同 要确定 要存疑